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选择来韩国 其实很多原因 一方面是家里逼得紧 非得要考研 然后我确实对学习有点不太上心 对 然后就通过一些朋友去了解到 有在韩国留学 这个方面 然后发现不是那么的麻烦 不是那么的困难 然后就过来了 过来之后 其实还是比在准备的时候要取得 我逛了三个学校 对 逛了三个学校 然后我认识他那天 8月5号那天是我退学第一个月 然后去碰见他 那天是我把所有事情大玩 淋着个大雨 然后提着那个什么被子 提着被子 很狼狈地向他 不狼狈 他穿了一个特别快选的衣服 就是你的赞助 就是我的赞助 ADLV吗 真的 MLV 对 最新款的下装 套装你想想一下 很透露着富尔达的气 透露着富尔达的气 所以他在说自己狼狈 哪狼狈的我看一点都不狼狈 狼狈的水准不一样 不是我看到他之后 只觉得这套衣服好贵 但是对他来说已经狼狈了 对 你要穿LV是吗 穿LV 幻大真是 其实也真是碰见他那天 其实也可以算重生的一个开始吧 因为之前一直在学教育学 太不喜欢了 然后退学 依然这样退学 没敢跟家里说 到现在他们都不知道我现在的学生 对 那你当时辗转了几所学校 是首尔的大学 还是有地方大学有吗 地方大学有 然后像地方的东亚大学 然后还有一个叫深汉大学 然后后来就到加图里 那你其实东亚大学是在府上去吗 对 那你为什么就是觉得 学完之后为什么不满意 在那个学校生活环境 满意也毕业了 个也毕业了 那也不算退学 你刚刚说的 在深汉退学 对 因为今年9月8月份在深汉退学 嗯 嗯 你觉得让你觉得有点惋惜的地方是什么 惋惜的地方 就是那一年吧 嗯 那一年惋惜的地方 没有太多惋惜的地方 唯一惋惜的地方 唯一惋惜的是退学的时候 没有跟当初我的指导教学 好好地打人招呼 嗯 然后因为他毕竟帮了我很多忙 帮在论文上 在一些作业啊 平时在生活上 嗯 对 然后只是很匆忙地跟他说了一句 然后他就很很沉沉地跟我说 一定要好好学习 那边不像咱这边那么轻松 对对对 然后就没有任何就再见的那个东西 也没有留 嗯 嗯 就是卡卡 啊 今天很方便 然后上下楼一下就找到了 哦 对 还是觉得挺客气的 那这样说其实地方大学有地方大学安逸的地方 那你错 嗯 稍儿确实竞争的残酷 嗯 但你还不知道 不是我认为吗 你能成熟多大库 你日后就能享受多大的荣耀 看起来不一样 我觉得从一开始就是MRB开始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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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还要说什么 对啊 你都抢了所有话题 对啊 你会开始一个新的话题 啊 嗯 那比如说就刚刚我说的一半了 就是 就最开始的时候像 也是说了 也事上不适应了 我其实我来的时候 我也不会韩语 英文成绩就 我也打正道就来这了 没想来这 来的时候就开始吃这个 泡菜 嗯 就感觉 吃不习惯 每天都是凉 他的盘餐嘛 不是盘餐全都是凉了 嗯 嗯 当时吃的就整个位置完全不舒服 但是你 我觉得你还好 你来的时候就是从炸鸡开始的啊 哈哈哈 因为炸鸡好像对我就是那个 植入特 就广告嘛 广告效应嘛 你看韩剧都是 嗯 年轻人 皮油炸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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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个东西 我说我去那第一顿必须要吃它 还有第二个是我晚上来 我不是办完宿舍安排我一个人嘛 然后加图的小门口正对面就撑给普拉斯 哦 所以很植入就是那 你要让我一个人去吃高肉 我也不会点啊 但那个他是用英文嘛 哦 我可以可以看懂的 看懂的 对 你不是爬爬过我左边天下都不看吗 但你总得表达呀 然后我就进去了按那个 不是 然后我就坐下 然后拿来测试 一个 一个 他问我 然后我记得还特别清楚 我在点了那个 他问我是要骨头还是不要骨头 啊 你说一下这个韩语 或者你说一下 是不是表演那个 阿西哥要表演阿西哥 你声音可以大一点 不然听不见 他们不听韩语吧 哈哈 他听不懂啊 我对你让他们感受到我当时的那种状态嘛 哦 表演那个 他是个要表演 对我说 一狗一狗一狗 然后 一个是什么 就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个 对 然后他就在问我 然后我不是就听不懂 我说呢呢呢呢呢 但其实他问我是要骨头还是不要骨头 对啊 你懂我的意思吗 那这时候回来怎么跟他说呢呢呢呢 然后黄美女做一个 我来的时候是放假嘛 寒暑 就是暑假 呃八月份 刚刚放下 旁边有个小伙子 就实在容忍不了我的这种表现 啊 然后 中国人 就是中国 可能是中国人嘛 他说 他说 他说你要不要骨头 要不要骨头 那你最终选择了要还是不要 那 那个厨师没有理我了 哦 厨师不理你了 然后 那个 那个南海我就记住了 我还问了一下他 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嗯 是什么 他说我是在家族里的学生 嗯 我是读本科专业的 我是广东人 嗯 对 虽然我没有记住他叫什么名字啊 因为 之后我俩又搬搬了宿舍了 嗯 所以我没去找过他 嗯 就那一幕真的很搞笑 现在想想还觉得搞笑呢 是 我说我要这个 然后他就问我要不要骨头 我哪能知道韩国的炸鸡 还会问要不要骨头这么一时 嗯 嗯 挺好 很好吗 韩剧里不经常拍这种桥段吗 那我也不是男一号 你当时那一刻就是男主演 哈哈 当时就好尬啊 他就问我要不要骨头 我当时 那我奶奶奶 嗯 真的就很 想想现在还很搞笑啊 嗯 你当时就是 也就是说来韩国之前就是 韩语是没有学习的状态 怎么能没有学 那不学习你会说 那 就一个 啊 那 对 啊 啊 啊 你还是会说呀 再说你还会读啊 你不然你怎么说呢 是吧 就把韩语四十音 还有基础的肯定你会吗 你哪能不会你 你敢来 哦 那应该去古宗友去说还是 就包括你今天让我来 我不知道都会用啊 neverditor 哦 啊 那写图上显示中 哈哈哈哈 不是最起码是证明我 那我显示中 我说明我更厉害 我在韩国都会用了这些软件 并把它中国化 嗯 这是 这都是我两个月之后所具备的能力 好厉害 对啊 你你告诉大家韩国的地铁 韩 韩 我们问韩国人 韩国人都看不懂啊 韩国人在那 对啊 他们也看 看十分钟呢 不是得看十分钟呢 咱们上次出去了 就一个地方 那个男的给我们介绍完对的地方之后 更可怕的是什么呢 过了五分钟 他他又站到我们跟前 啊 就他不知道他到底去哪 他最后站到我们 和我们做一辆吃 比如说我问你去哪 啊 不是 我说这个地方在哪 你明明就是这个地方的 给你够完 之后你去了别的地方 五分钟之后你又回到了我旁边 嗯 把我们还弄得莫名其妙 啊 他不是刚刚给咱们整完 为什么他怎么也站到旁边了 因为九老 九老站 九老站 他是一个分开的 对 一个是仁川方面 一个是去嘉山的 嗯 然后就是很容易做错了 对嘛 我们就被迷在那了 连韩国人自己都迷住了 嗯 所以我自己认识我两个月的成长速度 嗯 成长速度很快 嗯 但是我哥有个很神奇的点 就是他说中国和韩国人能听明白 嗯 就是上次我们一去见教授 然后吃饭 然后他说欢迎你来中国 然后教授没明白 然后他说欢迎你来中国 然后教授都听明白了 对 欢迎北京 嗯 然后我会表演啊 对啊 我觉得表演哪需要什么语言呢 嗯 那因为我是雅语那也是能感受到来 我的生气 我的开心 我的高兴啊 对啊 这是舞蹈学的魅力吗 不用舞蹈学 这就是人类 我只要我的情感真 我还是用说话嘛 都不需要说话了 是啊 嗯 从现在开始 用表情 回答问题 对 韩国教授告诉我们 你愿意跟他一起去吃个人 要不要我们都一起吃个人 嗯 哈哈哈 要吗 要骨头吗 要骨头吗 啊 你啊 你啊 嗯 嗯 嗯 那我们刘博是有自己喜欢的韩国菜 韩国菜 嗯 我很喜欢他们那个鸡爪 嗯 那个炖的 辣鸡爪 对 那个鸡爪哦 哦 那个也好吃 然后其他的你要端说的啊 还有那个 嗯 还有那个猪肉汤饭 哦 猪肉汤饭 猪肉汤饭 那个也很好吃 我就喜欢这三个 我整天可以吃 我可以吃一整天 你再说你今天中午教我 你必须吃那个炸酱面 炸酱面 吃了我最不爱吃的炸酱面 中华料理是吗 对 嗯 因为胖了好多天了 最近有点忙 我一直没去吃 我两个月后吃了第二顿汤 我太不喜欢它 咱们那里有糖醋了吗 我们点了呀 我们能不能点吗 我们不是跟着弗尔代的吗 生活质量很高的 哈哈哈 不是生活质量 其实韩国也有些比较适合 就中国人吃了 比如说那个 标太酱果 嗯 韩藏 咱们啊 那个最喜欢吃的 但是他太变态了 这里的营业时间 嗯 8点半我去了 嗯 对哦 不营业了 嗯 中央大24小时来吗 嗯 嗯 中央大24小时 哈哈哈 中央大离得我们太远 2号见到终点站 哦 对 你是中央大毕业的是吗 我现在在中央大度国呢 那你太牛毕业了 我们的大神在这呢 大神在这呢 大神在这呢 你吃完剩一片之后 他给你做一趟 我们去海鲜 去海鲜 不是去海鲜 我们去海鲜了 那次花的真贵啊 不是去海鲜 不是去海鲜 确实挺贵的 我也去了一次 就是前几天 往前几天 因为我一直说 让他带我去海鲜 去释放 让我啊 让我释放一下 就不是刚才一直幸福中文 去释放呢 我每天晚上都在弄论文啊 啊 因为我现在第四学期了嘛 嗯 我我今天一会回去 就又要开始整理文献 啊 嗯 来这释放一下 没有 我都释放完了 哈哈 我要做分笔集出的释放 要分笔集出 对 然后其实就 就是又回到最初嘛 其实来这不是想着生活的 对啊 就是 嗯 还是 就又回归到学校 学业上 嗯 对吧 然后我最多 我最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我不是来交朋友的 不要和我交朋友 我也不会和你交朋友 嗯 我是来毕业的 不是来学习 嗯 对 那你让我来情话一看 嗯 对你这么提醒 就是大概就是 认知比较好嘛 嗯 对吧 我就就我 我很明确表明我 我这个态度 嗯 就万事都是以学 学业为主 对 所以我们 我觉得这点 我们还比较有默契 就是他干任何事情的时候 我说我不去 那就可以不去 嗯 所以他还不是相互签制 嘛 也不需要 就是 要考虑 必须一样啊 不需要 嗯 嗯 对 因为他才你想人家刚说人家才博弈啊 嗯嗯 我是要毕业的 嗯 对 所以怎么能一样呢 他可以尽情的享受在这的所有一切 他不是博弈他也可以尽情享受 嗯 嗯 那还是不行 哈哈哈 到我这个 到我这个 到我这个时间还是 人家还有13年可以玩 哈哈哈 哈哈哈 对对对 嗯 13年不是有好多个阶段要实现的梦想 目标吗 如果都一直玩下去的 哪能实现 梦想哪是一下就能实现的 就梦想人家当记者吗 嗯 博士毕业之后当记者应该会有一些优惠政策 嗯 我觉得应该不难了 就不是那么难了 像本科直接出去去找可能会相对来的时候会更难一点 嗯 对 真好啊 就想着博士毕业好像就啊 美好的生活就已经来了 那种感觉 刘导是不是这么想的 啊 刘导是不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博士 刘导不是还是世界排名前200的学学 哈哈哈 就需要在乎博士 怎么你一来就这个学校排名了 那我很在乎这个 因为不是我 我是体质嫩的 我是说中国体质嫩的 嗯 然后我我告诉刘洋 我还有个目标 和你们这边特别相似 我要做的一个事情 嗯 我本来说我要把韩国的名校 名校打卡一遍 嗯 比如说收尔大 成军馆 严世大 但是 无奈最近太忙了 我只做打卡一所院校 清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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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学校都在慢慢 清晰大有好几个校区了 你知道吗 可能是12校区 复礼堂皇 对 我还是要去实现我这个最初的想法 嗯 我要去一下最好的院校 去资本主义国家最好的学校去看一看 嗯 嗯 那应该去天主教或者说基督教是比较 比较 比较 比较靠近资本的国家 嗯 嗯 东国大你有听过吗 我听过是一个佛教的佛教 对 排名不行的我不想去 哈哈哈哈 对 对 对 他比较高一点 哈哈哈哈 东国比较高啊 高几年 去年比较低 今年社长晚了 哈哈 不是这个国际排名它是有 变化的 对 对 而且它有一些条件 比如说它可以多招 就是全球分不同国家 你要招的不同国家 国家数量越多 它这个取消就上来了 对 韩国一直是这样的 懂啊 但是你那个中央大非常好 嗯 是我羡慕的 可以吧 不过你介绍叫上 还是算了吧 我为了头发能保持 哈哈哈 反正打学我觉得刚刚提到了 可能我对这个博士来讲的话 我自己修博士也是 我工作了很多年才回来读博士嘛 我觉得可能是一种对我来讲是一种思维 因为之前有创作一些作品 就是也有一些 啊 追求我艺术作品 追求一些商人作品 那回来之后 需要 我觉得可能不太系统 原来是靠感觉创作 现在想寻求一种 就是说 不是靠感觉 而是说我 更职业化的一种表情 所以来就是 选择这个杜博士 你觉得这也很好 这也非常好 就是会站在多学 学科的一个背景下 然后去思考过往那些创作 我觉得这一点 这是一个成熟的表现 对 对 对 但是我一路走来 我就同一专业嘛 我也同一专业啊 就本科本硕博 都是舞蹈 所以 博士的学习 其实就是 博士 对舞蹈学习 可能更偏向于理论方面 然后他确实需要构建 多学科的一些研究 然后包括对我未来的创作上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学人的 技术层面 对于舞蹈创作的影响 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 包括那个 又说到你们这个专业 引入成员 为什么能被大众接受呢 我之前不了解啊 突然发现 有一次看到 董元昌对于他的介绍 那个画 他的每一幅画都还原了 那个 那是谁 樊高的画 所以这也是 就是导演的一种 美学的角度 那也是 这导演要具备这种功力和审美啊 他得先了解这个版本 对吧 所以我觉得 你看每一个优秀 绝对有一个点是值得被鼓励赞扬的 虽然我当时我没有看那细节的时候 我说中国现在哪还有这么苦的日子 因为我本身就是出自农村嘛 那我也不炫耀 我不太喜欢就是像刘洋刚刚说的 就是事实不是一定要把那个痛苦 永远要扩大和和呈现出来吗 我希望更多是给人积极阳光向上 就是 从事老师或者学生这么多年 我经常给学生说的一句话 就是痛苦肯定是有 不可能像傻子一样 或者天天开心 但你要知道痛苦过后将是 你收获到更有力的肌肉啊 或者是更有力量感 那就值得 我觉得我们在这样的痛苦 是很有意义的 成长的痛苦 对啊 我们不能只说我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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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我们在痛苦中我们也在继续 在继续 对啊 未来某天我们突然的力量就上去了 我觉得也很 这才是我觉得人生中最有意思 最有意思 对 而且你也在做 40岁之前完成你的职称吗 对 虽然我有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实现了 实现了 对 并且不是在40岁 再更早 对 我真的很佩服 我给刘洋来这第一个事情 就我以前10年前教的学生 他在韩国已经博士毕业了 现在和我当成同事了 同事了 和我是同事了 还享受的待遇比较高 学校分的房子比较大 对 那就不是他实现了 对 你是从来没有想过去创 比如说其他方面的发展吗 除了当老师做教授以外 因为刚才听你讲过来 一路走来之后就走到 这就一直没变这条路对吧 我觉得时代还特别好 我干过很多事情 但那些都是不值得一提的事情 比如说我干过滴滴司机 真的我开过滴滴吗 就兼职啊 然后我卖过海鲜 我卖过海鲜 我同时负责10家幼儿园的艺术课程的指导 然后那个10家课 10个幼儿园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拿着我大学的教师资格证 还有拿着我的本科硕士的证书 还有我在中国民主民间 我等级考试当高级考官的证书 我拿下这个证书 你是幼儿园院长 我说给你刘院刘院长 你看一下我是山西大学的老师 我是山西大学的老师 这是我的证书 你看我还是什么什么书 我能莫来你幼儿园代课 真的是我一个一个去敲的 然后他们拒绝你 不是你不觉得那个很可怕吗 就这个行为动作 你已经有身份了 你大学的教授老师 让你趴自己去敲那个幼儿园的门 你想象一下那个场景 会有落差 就当时我就是其实很难受 就是我不能说 就是不是很开心吧 刚不说了吗 这只是你成长过程 这是我过来之后 我现在可以很轻松很自由的 跟男人分享 但你觉得如果是你去做吗 做啊 十几年前 那还是我在做这事了 做什么事 你不是说就是很卑微的去面对 但是你是有 我的前提还是你是有一个身份 你不是说刚毕业的学生 也不是一个学生的身份 是就是你是大学的教授 老师 然后你去瞧 然后有的保安还放你进去 因为你也不知道那个员长叫什么 你也问你干啥的呢 你说我找园长 找园长干啥 你说我是一个舞蹈老师 我能不能让他看一下我的资料 真的那段 其实真的 然后敲到那个之后 也收获到了很多很多 我意想不到的东西 就就以由你这个行为动作嘛 我开展了一下自己的事业 就我觉得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舞蹈老师 我能够用舞蹈让更多人开心快乐 接受这种教育 本身这个事情就是很有意义 非常有意义 而不是说我是一个老师 我就必须是坐在这儿 然后让你知道我是一个老师 我很牛批 我不是这样 我是希望我通过我的行为动作去影响 别人 对 能让孩子们更健康更开心更快乐的熏陶艺术 比如说我现在问你 你觉得舞蹈艺术是什么 我们就真实的说 或者你认为舞蹈是什么 那大多数的普通人认为 舞蹈就是下腰皮肠 不就是这样吗 是这样 对啊 但真实舞蹈是这样的 舞蹈根本不是这样 舞蹈是通过行动动作 让别人感受到真善美 我不需要说话 一个动作可能就能表达了 真实 我要说的话 嗯 它本身就赋予于语言 舞蹈是最高的情感表达的 艺术形式之一 那学舞蹈的都会做那个游戏 就是一个人比我爱一个人猜 那不是学舞蹈的 不是一个游戏 你说我来猜的一个游戏 对啊 那刘博士 就是你觉得 如果真的有一天你做记者吧 你记者也有很多种 嗯 有出镜记者 对 有一些记 就是你会自己更感兴趣的是哪个方面呢 比如说也有一些战地记者 海外的 外派的记者 有娱乐的 有财经的 等等 你更关心的是哪个方面呢 更关心 如果让我去选的话 嗯 我可能会选社会记者的那个战地 啊 首先是战地 他是男生不都想上单 而且这个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一份职业 对 在战地 情关也不安全 对 他怎么能安全 嗯 然后你像社会 社会记者 其实能更多的去接受到我想去接受的东西吗 嗯 假如说 往小的时候 你可能就看见 就是有人帮帮另外一个人啊 你可以拍下来可以去采访他 啊 往大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就像那种情况一样 有一个人监视很多年做一些事情 你也可以去发现那些事情 啊 这是什么财经跟娱乐是很不可能接触到的 嗯 而且我不是说那么不好 就是我是比较喜欢社会这些东西 对 其实刚刚听你讲的那个那些层面上 也受你这个编导课程的影响了 其实他在编导课程当中就是一种纪录片 类似纪录片的一种表达 对 嗯 特别是像一个人 刚刚有讲了 他持续在一个工作感觉上工作很多年 像这个 非常这种 啊怎么说他讲 就是人物类的这种纪录片 嗯 对对对 人物类的纪录片 他其实就是 把采访给扩大了 对 扩长时间了 嗯 就是相当于那么个形式嘛 你要短一点 会不会更简单一点 会不会更多发现的一些东西 对 呈现出来 嗯 这样会更好 对吧 但是在你发现事实的过程当中 也会发现一些负能量的东西 嗯 负能量的东西 没关系 因为 嗯 肯定是人是有各种各样情绪 对 然后咱们如果能 是能容许别人去 呃 出现各种行为 嗯 反照自己 反照自己 能能容忍自己的一些情绪 这些都是一样相似的嘛 就是我既然要宽容自己 我肯定要宽容别人 嗯 我允许自己争认愤怒 悲伤 开心 这些情绪 然后我就要去容忍别人 在我身边出现这些情绪 嗯 像包容别人一样包容自己 嗯 对 那些稿子的时候 两个稿子要发 哈哈哈 尽量是真实的去表达出来那些事情 嗯 反正就是在稿子选择的过程上 也会有一些负能量的正能量的东西 你个人比较倾向于正能量的长大是吧 嗯 也不是 看这个事实是怎么样的吧 对 对 如果他是真山梅 那好 他就是真山梅 嗯 如果他是就是加油虫 那他就是加油虫 嗯 嗯 但是如果需要规律一些事情的话 那还是尽量不要报道那个东西 对 嗯 就你不知道他是披着一个假恶丑的话 可能真山梅啊 或者怎么样 还是要搞清楚再发 对 嗯 嗯 那如果说比如说我在报道当中 会有错误的话 作为一个记者会去更正自己的这种 嗯 行动的忙 还是 去更正肯定是有这些心去更正 嗯 但是更正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嗯 因为你一旦发表出去 第一篇 人家看到的第二篇可能是人家是看到的 嗯 嗯 嗯 就是为了让把自己先弄起来 你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嗯 那你这初心就是不好的 那你怎么可能说你是真山梅 你是把这个事情给呈现出来 嗯 你是立即的 然后你是觉得这个世界上大家都不好过 嗯 所以你把这个事情说出来 嗯 然后我特别赞同他第一点 刚刚说的那一点 就是我们在把一些不好的事情报道出来的时候 可能对有的人 嗯 就是一种反思呀 嗯 嗯 那种学生自杀事件 嗯 这是所有老师的初心呀 上半场的时间差不多了 可以休息一会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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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ой